大家好 我是Samuel 柳Sir 這是我們ADRSM五級樂理考試系列的第一個影片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鋼琴的鍵盤 和上面每一個音的音名 可能你不是學鋼琴的 可能你是學其他樂器 不過認識鋼琴的鍵盤 對你學樂器都很有幫助 如果你家裡沒有鋼琴 你就可以試試在你的電話或者Tablet上 下載一些像這樣的鍵盤APP 很多都不需要錢的 你按它就會像鋼琴一樣有聲音 也有些網頁有這些虛擬鍵盤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你就可以打開來看 或者跟我一起按音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介紹一下鋼琴的鍵盤 你看到有很多白色按鈕 還有很多黑色按鈕 那些黑色按鈕就會是兩個一組 也會有些是三個音一組 鋼琴越近左手邊的音 就越低音 越近右手邊的音 就越高音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把鍵盤畫在紙上面 因為你考試的時候 就不可以帶鋼琴進去考這個樂理 有時你需要畫一個鍵盤出來 令到題目容易做些 那怎樣畫呢 我們首先畫了那些黑色鍵盤 首先你畫兩個 好像這樣的 大的U字 隔開一點 就畫三個 大的U字 再隔開一點 又畫兩個 再隔開一點又畫三個 你可以繼續畫兩個 不過我們現在這樣應該都夠用了 然後就在每一個黑色按鈕下面 畫一個短的直線 然後在兩組黑色按鈕中間 就畫一個長的直線 最後這裡也畫長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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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一個很長的環線 把它們連在一起 那你就有一個鋼琴的鍵盤 你可以練習多些 畫得比我更漂亮 最好就 那我們現在就講一下那些 音的名字 我們會用英文字母 A-G 首先你可以試一下 認住 兩個黑色按鈕的左手邊 這個白色按鈕 你可以記住它 是C音 那你就不要學我 用墨水筆 在你家的鋼琴上面寫字 我這部電子琴 就很舊 所以我就無所謂 這裡兩個黑色按鈕 左手邊也是C音 兩個黑色按鈕 左手邊也是C音 你也可以在你畫出來的鍵盤上面 寫這個音的名字 這是C音 第二個你可以認住的音 就是A音 因為A音經常都會用的 如果你是學弦樂 很多時候你都要用A音去教音 A音在哪裏呢 所以這邊三個黑色按鈕 也是A音 你可以在你畫出來的鍵盤那裏 找回三個黑色按鈕 右手邊兩個的中間 這個就是A音 這個也是 那其他音叫什麼名字呢 其實你只要順著英文字母的次序 向右手邊數就可以了 比如這個是A音 那旁邊這個白色按鈕 就是B 如此類推 那旁邊這個就是D 這個就是E 這個是F 這個是G 然後G 接著會到什麼音呢 我們就沒有H G 又會到A音 那A前面的一個音 就好像這個 A前面的一個音 就是G音 這個就是F F前面就是E E前面就是D 那這個B音還沒寫 好了 那你現在已經知道所有白色音的名字了 那我們現在呢 會講一下那些黑色按鈕 叫做什麼名字了 那我們會用它 旁邊的附近的 這兩個英文字母 去 稱呼它 譬如這個黑色按鈕 它比這個C音 高了少少 這個高了少少 這個高少少 我們就叫它高了半個音 遲些我們會再解釋什麼叫半音 那麼高半個音呢 我們會叫做Sharp 又是一個 用一個井好代表的 所以這個呢 黑色按鈕呢 我們就叫它做Csharp 那這個黑色按鈕呢 就比D音 高了半個音 因為最近呢 它的高音最近就是這個黑色按鈕 那我們就叫這個音 叫Dsharp 那如此類推呢 你就可以叫這個音 叫做Fsharp 這個就是Gsharp 這個音就叫Gsharp 那就是Asharp 那這個呢 又是Csharp 好 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命名這些黑色件 那我們有另一個符號叫做Flat Flat呢就是比原本的那個音低半個音 就是用它最近的低了一點點的音 譬如這個黑色仔 它比D音低了半個音 那我們就叫它做Db 那Flat的符號呢 就是一個很小的B字 在那個音的上面 那這個黑色件呢 我們叫它做Eb 那這個呢就叫Gb Aflat 這個叫做Aflat Bflat Bflat 那如此類推 那我就畫完了 那現在你可以檢查一下呢 你畫的那個鍵盤 寫出來的音名是否跟我一樣 那你會留意到有些音呢 它有兩個名的 那這個現象呢 我們會叫它做Anharmonic 中文好像叫做二符同音 即它的名字是不同 不過你在鋼琴上面是按同一個音的 那你可不可以說C-Sharp等於Db呢 那就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做樂理的時候呢 你這樣做呢 是會做錯的 C-Sharp是不同Db的 只不過你在鋼琴上面呢 會按同一個音 不過你做樂理的時候呢 要把它們分得清楚 那我們現在回到鍵盤上面 我們剛才解釋過 Sharp的意思就是升高半個音 即是找原本那個音的最近的高一點的音 那你見到這個叫E音 它比它高半個音的呢 那這裡沒有黑色的按鈕 所以高半個音就是F 所以這個音呢 你也可以叫它做E-Sharp的 所以E-Sharp和F呢 它們就是Anharmonic 它們會在鋼琴上面 或者你演奏的時候 會演奏同一個音 但是呢 你做樂理的時候呢 就不要把它們拌亂 所以這個呢 你也可以叫它做B-Sharp 那同樣道理 B音呢 你也可以叫它做C-Flat的 那這個E呢 你也可以叫它做F-Flat的 然後呢 我會再介紹一下 Double-Sharp和Double-Flat 這兩樣東西 那我們會用這個C音做例子 那你知道這個叫C-Sharp Double-Sharp呢 就是要Sharp兩次 就是要再Sharp多半個音 就會去到這個音 所以呢 我們會叫這個音呢 可以叫做C-Double-Sharp 那你看到Double-Sharp的符號 是一個小的交叉 所以這個音呢 我們可以叫做D音 也可以叫做C-Double-Sharp 它們就是Anharmonic 那有Double-Sharp當然有Double-Flat 我們用D音做例子 這個是D音 這個是Db 這個是Db 這個是Ddouble-Flat 那Double-Flat的符號呢 就是兩個小的BD 對 你以後看到Double-Sharp和Double-Flat 你就應該會在鋼琴上面 找到它的音 我們一起試試找A-Double-Sharp 這個是A音 A-Sharp就是這個 A-Double-Sharp就是這個 所以B A-Double-Sharp C-Flat 都是按這個按鈕的 它們都是Anharmonic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B 那這個就是B-Sharp 那B-Double-Sharp是誰呢 就是這個 這個音又可以叫做C-Sharp 又可以叫做D-Flat 又可以叫做B-Double-Sharp 那我現在再介紹一個 最後一個符號 就是Natural 那用來做什麼呢 先舉個例子 這個是A 這個是A-Flat 這個是A-Sharp 如果我想特別告訴別人 我真的只想要A音 我不想要Sharp 不想要Flat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Natural符號 中文叫做還原 就是A-Natural 正常你不說Natural 如果你說A音 別人就知道是這個 不過如果你怕別人混淆 以為說A-Flat 或者A-Sharp 你特別說A-Natural 別人就會知道你在說這個音 好了 那我現在會介紹我剛才說的網頁 好了 這個就是 在Description那裏 我寫了第一個網頁 就是Online Pianist 那這裡就已經有一個鋼琴 那你用Mouse去按那些音 是會有聲的 那這裡有一個 Natural Notes 的按鍵 你按它 就會出現那些 紅色的A B C D E F G的音 那你就 可以在這裡 試試按那些音 也試試那些 黑色按鍵的聲音 咦 按下去會有個紅色字 寫著C-Shop 這個就 如果你家裡沒有鋼琴 那你就可以試試玩這個 那第二個網站 就是這個 music theory.net 那這裡就是 今堂大家的練習 那你打開網頁之後 滑下一點 有一個叫做 keyboard identification的位置 那我們會玩第一個 keyboard note identification 對 那你打開之後 那它會用一個紅色點 就是它問你這個是什麼音 那你就在下面這裡 答就可以了 譬如這個是E音 那你適合了它就會有綠色燈 好 那你見到 就只有 natural的音 沒有聲音和降音 那你就去 右上角這裡 那個齒輪那裡 然後選擇 notes 那你就 剪回全部flat的音 以及全部sharp的音 那你的 那你的 測驗就會複雜一點 會有更多音 那我們繼續 這個是F音 這個是F-sharp 這個是B 或者你叫它C-flat也可以 這個是D-sharp F 那你試試自己做到多少題目 就對了 還有練習一下 想得快一點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幫到你 那麻煩你 like我的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拜拜